大事不妙 株莲玉木或将超过大梦归零 拿下2024最低分 褲子这波商战怕是要垫底啦 额场的永夜星河开播仅仅5级 豆瓣就给到了7.5分 而且仅仅两天后就提升至了7.6 近两天又上升到了7.7 无疑是成了年底这波商战里最大的赢家 明后淘的大梦归零 虽说开分4.9 但于书星河丁宇西一搭的月光变奏曲 是恋恋剧场开山之作 这波商战好而也是兽艺一方 蹭了碗香饭就这么看只有裤子是小丑 那么珠莲玉木真的那么难看吗 并不是 要看珠莲玉木好在哪 镜头美学上真的有一天 被众人去一人归的画面狠狠触动 沙漠和湖水倒影相对 一群人骑马走过 这一幕的含金量不亚于倒影之欲 在演员演技上 珠莲玉木也是有干货的 赵露斯在剧中的演技有了更深的突破 他这次算是真的能撑起大女主了 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成长崩变 也带了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连羊妈都评价珠莲玉木 残雪开局异能活出传奇人生 另外很多人质疑刘雨宁 说他出演男主是全剧最大败笔 但事实上这个角色还真就得他来演 虽说他不是科班出身 也不是那余最帅男人 但他身上自带的那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还有一种拽劲 演技上不管是眼神戏还是感情戏 他都拿捏得很好 同时刘雨宁与赵露斯二搭 本身就自带一波流量 长哥行李的浩烟CP最萌身高差 好磕到与男女主CP比肩的程度 珠莲玉木里 燕竹精的一句 苍天戏我给人刀麻了 他在最想活命的一年 先是没了妹妹 又是失去了端午 残酷 现实 挣扎 拯救自己 全员都在与命运斗争 不管是男女主 还是配角崔石九 都是如此 话说第18集好像有什么魔咒 三部剧都是18集最刀人 只能说珠莲玉木 抬上来的时机不对 天时地利 人和 只占了人和 如果错开永夜星河这个大IP 或许会比现在更火 珠莲玉木的原著没写完 基本上算是原创剧本 又是大女主经商崛起剧情 夹杂家族仇奋 换一个时间档上映会更有起色 期待珠莲玉木开分吧